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来还别不信 以上这些就是他们非常正经的开发环节 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在认真地处理人情事故 问日子 比如据说董事长的外甥要来企划部 于是空降了一个白马帅 他们都以为这就是 哇 小白是个天然呆正经是来学习的 看到鸡娃娃睡觉 他发自真心的一问这是可以睡的吗 这就可以是什么工作了 敲打击了 李天然因为早上在门口推了小白 那是十分的不安 于是暗中观察小白 小白看到总监中英文中一 他小小的脑袋里顶着大大的疑惑 那一定是要用双语跟客户沟通的 查中文 查英文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如果我不用英文用法语可以吗 连总监都该讽刺 连高冷霸王花 吴组长都温和地对他表示 欢迎入职 那肯定更有猫念 最离谱的是 李天然刚在侥幸中 觉得小白不会去跟董事长告状 就在电梯里看见了爷孙俩 再亲热地自拍 如遭雷击 天然发现小白跟各种人拍照 就是不跟他拍 他很慌张 这是孤立 这绝对是孤立 下一秒叫他 这可真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原来小白拍照 是部长给的测评任务 部长都很惊讶 他找到的60岁的老人 怎么刚刚就是董事长的呢 一切都是因为他等电梯 看到大家 因为一个老人在电梯里面 而不敢上去 所以他挺身而出 给了老人思思关怀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同事 有个不好的倾向 他们好像都很嫌弃这个老人 都不愿意跟他大义大礼体 他们好像都很嫌弃这个老人 至于李天然嘛 升职不成功 开始摸鱼交职场小白 那些没什么用 又确实很多人在用的 摄出老油条们的漏袭 首先就是不能吃毒食 请大家喝一杯奶茶 不贵又团结了同事关系 小白一问 确定要死为人的吗 为了鼓励小白不抠搜 勇敢掏钱 他赞助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 十分的大方 于是小白带回奶茶893杯 花费20539块 连公司宝洁都得到了奶茶一杯 李天然表示 这是他带过最差的意见 我这个实习生的问题 也不是带不动 是一带就起飞了 满了一本 他才要考120 副董事长正正好是个热爱运动 喜欢组织活动的 有圈子的人 想要升职加薪 参加副董事长的马拉松 就是一条路子 可以说 这也是一场大型马屁精门的聚会 大家都跟在领导后面 不敢往前跑 领导良心发言 扬言跑第一的人奖励5000块钱 那当然是选择跑啊 李天然在前面猛冲 结果终点站的线跳过了他 还会自动飞向领导 总结一下 这就是个每集只有20几分钟的小短剧 非常适合社畜开心一下 生活已经够苦了 不想再看电视剧演我的小伙伴 可以看他 虽然是职场背景 但是以轻松搞笑为主 而且笑点非常密集 还是全体喜剧人 好了 本期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巴格频道哦